第四我们大家一起读 论自然法则 以因缘条件 在特定的时空内的运转 就离不开论人的智力 通过宇宙间的物质 以精神 理性力量 以感性力量的智力 明白吗 这个讲承担力的时候 一定要离不开 就是要IQ要好 不只是IQ 这真的智慧 智慧太重要了 没有智慧根本认不清 那个自然法则 什么是相关 什么不相关 但是这个智慧 必须涵盖到理性的层面 和感性的层面 纯理性的人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不缺那些 理性的科学家 其实很多 聪明的人很多很多 但是人们还是苦 其实有情商的人很少 有一个马云还讲 还有爱上 马云还建立这个爱上 这个也可以 爱上就爱上 我觉得它是情商的一种 这是这个 这个这方面 那个智力必须涵盖 理性跟感性的层面 掌握这方面的物质跟精神 只是懂物质的 不懂精神的也不可以 物质 精神 理性 感性 通晓这个 通达这个的智力 这个智力很重要 你没有这个智力 你基本上谈不上 怎么增加承担力 因为你因果都没搞清楚 明白吧 那因果涵盖什么 物质跟精神 你只是研究物质的因果 你只是科学家 你懂精神跟物质 那你就可以是智者 所以这点要明白 好 不脑题 科学 来起来 科学可增长 人对物质力量的智力掌握 什么可增长 人对精神力量的智力掌握 好 你们知道吧 科学 我们知道 科学可以 我们对物质力量 我们可以增强 我们对物质的掌握 什么方法能够增强 我们对精神力量的掌握 修行 那里 修行 对 修行 接定会了 特别是定会的修行 自然观察 这个是重要 增强我们对这个 精神力量的掌握 因为你用这个物质的东西 探索精神是很艰苦的 很难的 为什么难你知道吗 因为在自然界的法则里面 我们的社区 是一生一灭之中 我们的心事 以及生灭了十七次 这么快 那你怎么用物质 去探测精神 你可以用精神 去探测物质 但是你要用 快的探测 慢的可以 你要用慢的去探测 快的怎么探测得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一点 所以 这个只能用 新的培育 来达到 对精神力量的掌握 只有新的培育 才能够完成这场试验 明白吧 所以这是有科学原理的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 一起来 一个人 一个人群 一个主则 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 能让其中的最高资历主导 去酝酿出其对其目标 或理想的主观承担力 便有实现该目标 以或理想的最高几率 如此把握好主观承担力的个体 若以无限的时空去守候 客观承担力之 尼罐 便有实现该目标 或理想的必然性 是尼罐还是宁罐 宁罐 对了 宁啊 宁罐 宁界 宁罐 好 明白吧 不管这个一个个体 不管这个个体是人 还是人群 还是国家 还是主宰 都要由他之中最高的 智力来主导 这个很久以前的哲学家 应该是Black Doe就有讲过 一个国家最好由哲学家来领导 当然这个后来也不现实 不现实 因为他牵涉到权力 权力就牵涉到斗争和争执 一大堆人涌向那个领域 因为权力是人们的追求的欲望 所以理想是这样子 但是不容易 不容易 好 所以最高的智力主导 去酝酿出其对理想的主观成大力 酝酿 主观成大力就是这个个体 一个主者就是这个主者 怎么样有能够强起来 他要掌握 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什么资源 能够充分发挥 他要掌握 人啊 物啊 财啊 资源啊 怎么发挥 然后一旦你有了这个主观承担力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等了 因为有些客观的情形 要等那个条件出现 对不对 但是 比如说一个国家来讲 就是他要给他的人民教育 对吧 教育啊 怎么样啊 这些 那个infrastructure 那个 那个 那个交通啊 各种啊 硬体设施啊 这些 准备做好好了 接下来是等东风 有没有条件 有没有做生意的条件 有没有什么的条件 那个是要等 不是说你有一定可以承 你有最好的海港 人家的船不来停你那边 你也没有用 但是你能够准备好了自己的主观承担力过后呢 就等了 在守候 等各种外面的条件也来具备 然后呢 就可以了 好 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他们想 那些国家他想要怎么搞经济 但是呢 突然间来着一个COVID 这是客观的情况了 不具备 其实很多时候啦 客观的因素也是跟我们的主观有一些关系的 但是客观通常是跟很多人的主观有关系 很多人的主观条件 就形成了客观条件 明白吗 但是我为什么叫主观 主观是因为你能够把握的 你不能把握的 基本上我们就把它归纳成客观 明白吗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种分类 当主观客观都产生了 那就必然会实现的了 OK 那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 资历高处总是西 民主多数如何居 主观主导 何不忘 客观无限 安解谜 听懂吗 资历高处 资历 一个人的智慧 到了 要达到 智慧的顶峰 高的时候 总是稀有的 总是稀有的 他不属于多数的 智慧不属于多数人的 直接告诉你 智慧本来就不属于多数人的 那怎么办 现在人家讲民主 民主多数如何居 如何定位 民主如何定位 对不对 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 那你要让全部人一起来决定 怎么 怎么 怎么决定 主观主导 如果是主观主导 如何 比如说让这个 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 对吧 最有智慧的人领导的时候 有没有不属望的人 会不会 会不会一个聪明人 他欺负了全部的人 骗了全部的人 有没有 有没有 他太厉害了 他也很聪明了 当然真正 真正彻底的智慧 阿罗汉的智慧 不可能有望 我们讲的就是忠诚 不彻底的智慧 彻底的智慧是不会虚望的 究竟的智慧是不会虚望的 所以要做到不忘 就是要达到究竟的智慧 不然怎么办 当然就要有一个方法 一种system 一种领导学 让他不能够虚望 在古代的政治学里面叫做制衡 后来就成了西方就变成三权定立 其实中国人从早期就已经有了这种制衡的概念 至少在唐朝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制衡的概念 有 那个皇帝会让他的臣子们制衡 不可能不给太强 这一派也不能太强 给他们有两派 但是这个呢 这种领导学不是 我们不可以叫法的领导学 它是一直在用人性的弱点那边去控制住 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制衡 来达到那个效果 这不叫法的领导学 法的领导学我们不来这一套的 我们要是大家依着法 当大家都依法的时候 都在音上作对的时候 都无我的时候 都以我的心相处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不忘了 就不存在了 客观 客观是讲不完 很多人 客观的因缘是很多很多很多 那怎么办 解不了 所以呢 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 一个制度 让少数人的智慧 能够带领着大家走 但是多数人又可以受贿 又没有受伤 也不会被欺骗 怎么能够达到这一点 当然这个有很多种概念 对我来说我想象得到的 简单的方法就是 比如说村里的人 大家一起选他的村长 选谁对这个村 最有帮助的人 对不对 那么一群的村长 可能他们 比较会知道 哪一个村长发挥的比较好 你在哪里 对吧 你在那个领域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有哪一些人 是表现的比较好 因为其他的人是不会的 底下的人常常很容易受骗的 小孩子你给他糖果 他就觉得你对他好 其实你可能伤害了他 你可能堕取了他爸爸 留给他的财产 他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你给他糖果 我就很高兴 对不对 那是这样子 所以呢 由我的一种想法就是 如果说真的要搞选举 这一层的选这一层 这层的选这层 这层的选这层 这样子就比较懂 明白吧 顶层的人 他当然会知道 比如说留过一群的 比如说一个国家 叫国会议员吧 其实呢 大家都会知道 谁是老实做工 谁没有老实做工 谁聪明 谁愚笨 都会容易找得出来 当然有些时候是 互相收买也有 叫以贿赂治国的也有 所以 这种就是说 用种种的方法去 找出问题 那么呢 一种就是 少数的人可以领导 没有问题 但是呢 最后看结果 因为西瓜甜不甜 谁都知道 你不需要很聪明 你知道西瓜甜不甜 对不对 所以 如果 拿不出结果 长时期拿不出结果 那就肯定有问题 这样的就不应该 处在 就不算是有 资历的发挥 但是你怎么去判断 慧眼是英雄 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 普通的人只知道 西瓜甜不甜 他们没有那个 慧眼是英雄 但是有一个方法 总是可以知道 时间一久了 我的糖果还没有来 我的我要的米饭 我还没有得到温饱 那你肯定不好 那就还掉了 是这样 但是这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那么 英国要脱欧 要脱离欧洲 到底脱离欧洲 对英国好还是不好 对英国的人民好还是不好 他们竟然把这种决定 交给人民去投票表决 其实这是最笨的 因为这个是高难度的 计算Calculation 因为你跟欧洲在一起 你得到多少多少的好处 算那笔账 我如果脱离欧洲 我没有这个市场 我会有什么 这个是一个 High Calculation 这个政治操作 那你叫普通的人民去投票 他们怎么会呢 他们只能够被政治人物的恐侠 的迷惑 而谁讲的话 他顺他听 他就觉得合理 他就去支持 所以才会有脱欧了 或者有很多人后悔 他们也做那个名条 很多人后悔 当然很复杂了 所以这种情形就是 因为把高难度的东西 交给大数人来决定 这是不对的 所以高智慧的东西 就必须由高智慧的人 来带领和决定 所以养着一个习惯 不要说 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佛教不讲这个 佛教讲的是 有智慧的同修 有美德的同修 知道过后会不会认可我的行为 为什么要讲有智慧的同修 导师们 没有讲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活在走在这个人世间 记住这个概念 如果你不记得这个概念 你会时不时确 多数人都这么讲 多数人都这么讲 你试试看 你跟着多数人走 你看你的结局是什么 我们要跟着智者走 为什么要跟着智者走 因为智者是用 什么叫做智慧 智慧就是 懂得东西 懂得方法 懂得因果 懂得怎么达到目的 那就是智慧 怎么达到好的结果 好的结局 那个就是智慧 换句话说 懂得方法 懂得自然界的法则 就是智慧 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懂 要有智慧 那有智慧的人 他是以什么来判断 对跟不对的 他是根据他懂得自然界的法则 好跟不好来判断 对跟不对 所以你得到智者的认同 其实也就是等于你的做法 符合自然界的规律 那成功率就很高了 你得到宜人的认同 宜人是怎么认同你的 你陪他玩 你陪他喝酒 你陪他做坏事 他就喜欢你 但是这些坏事 是违背 在自然的因果法则里面 是要受苦的 明白吧 这我得到你的认同 没有用啊 因为你不可能 是不是全部人讲 我们往悬崖那边跳下去 都没有一个人幸免的 并不会因为 那个悬崖 不会地性引力 不会因为千万人 一起冲过去 他就不会粉身碎骨 一样粉身碎骨 明白吧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自然界的法则 是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智者 比一大堆的 平庸的人更重要 都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自然界的法则 太重要了 因为全世界 任你多少的人 都不可以违背 自然界的法则 因为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 只有苦 这个不是爸爸妈妈 可以救的 不是一大堆的朋友 能救你的 救不了的 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 是没得救的 就是要受苦的 因为因果啊 是不是 因果啊 你看现在科学也是一样 你要造一个手机 你要根据自然界的 科学原理造出来 它不是你大家 一大堆人举手举手举手 那个科学产品就产生 不会的 所以 为什么 你看那些一些国家 这个 COVID-19 这个 这个 新冠肺炎 搞不定 因为他们用的是 反科学的方法 知道吗 在那边搞政治 用政治操作 来处理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 怎么处理得了 因为这是科学问题 你要处理 新冠肺炎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什么 你要了解 新冠肺炎 是怎么传播的 对吧 到底会不会 通过我们的口墨 这个他们叫做 这个传播 这个决定了 你需不需要 戴口罩 对不对 如果他是 要通过吃进去的 才会传播 那就简单了 那你就小心 对你吃进口里的东西 小心一点 如果是接触 才会传播 那你就小心 不要随便接触 如果通过口水 会传播 那就要了解 这是科学 Science 这个是要了解到 这个 这个Virus 病毒 它的性质 这个病毒的性质 决定了 它是怎么传播的 那你要解决 这个病毒的传播 那你就要懂 它传播的方式 你就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才有这个 什么social distance 这个社交距离 因为你明白 哦 距离就可以 各足它了 那可以封城也可以 大家全部关在家里 诶 那个病毒能耐多久 14天 最多20多天 所以 它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是科学 所以科学的东西 你用政治去搞它 当然失败咯 所以你看那些 用政治操作 国家是那兵王马乱的时候 搞政治课题 来让人民的视线 转移 这些国家到后来 你看到后面 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当时它是成功了 转移视线 它成功了一下子 明白吗 转移大家的视线 让大家忘了这个课题 忘了这个领导人 其实是设责的 没有进责 忘了 但是还是经不起 最后当时我就知道了 这个一定爆发的 这几个国家 一定要爆发大事 这样子来 用不科学的方法 来解决科学问题 哪里可能成功 都在医疗之内 出问题的 那些国家都在 师父的 他们也不是我很厉害 我只知道 因为他们反科学 我说这个问题 是科学问题 你反科学 我就知道一定失败 其实东方人 都已经知道 戴口罩重要 只有他们很奇怪 他们相信 他们的领袖 跟他讲 没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 他会自己 disappear like a miracle 这个病毒 有一点会像 神奇迹般消失 天哪 竟然有人相信 竟然有人相信 因为他们的领袖 他们的领袖 是英明的 会不会奇迹般的消失 做科学研究 不是你一厢情愿 想他 他就可以的 所以这个东西 要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回到来 真的是 智慧的东西 必须有智慧去解决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自然界的法则 你要懂相关的 自然界的法则 所以 这些人能不能承担 做领袖 其实是不够承担力 但是有没有可能 继续做领袖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人民都笨笨的 那就有可能 笨笨的人 就会选笨笨的领袖 对不对 不科学的人 就会去相信 不科学的那种神话 对不对 科学的人 就只有 有科学智慧的人 就会探讨科学 有自然界法则的智慧的人 就会探讨自然界的法则 所以明白这道理 好 时空无限 人生有牙 大家一起读 时空无限 人生有牙 人一生能有多少 有限生命中的无限 心之相对无限 也就有其承担力的最大化 很悬 这些 没关系了 这给你们小话了 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心 有一种无限的力量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点困难 因为很简单 如果一个国家 他的领袖只担四年的 就下台的 他其实很难有一个 无限的计划给他的国家的 因为他四年 他只想四年后 我要再重选四年 那他只能想怎么样的 能够讨好我的人民 确保四年后 他没有办法做一个 long term planning 因为等下下台了 另一个人上台 另一个对手上台了 又把你的策略 政策推翻掉 所以呢 当在这种制度里面 人们的思维都是短视的 就像那些很多 那些CEO 大公司的CEO 因为他的得到的入戏 和薪水 是决定了什么 董事部讲 只要你能够把我的股票 能够拉高 股票 股票的价值拉高 因为大家都赚钱 股票价值拉高 拉高到多少多少 你就会得到多少 百万多少的价值 好 那很简单 如果做CEO 我还怎么把股票拉高 赚到钱的时候 快点用这个钱 去买自己的股票 那很多人一起 你增加那个购买 股票的需求 购买 那些股票就上了 上了 我就可以拿到 多薪水了 那我当然不管 反正我做CEO 搞不好是做三年 做五年 对吧 捞了一笔才讲 不想 因为不想长远 所以这样的公司 有时候就会倒台 为什么倒台 没有足够的科研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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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到的钱 不做科研 赚到的钱 去买股 买回自己的股票 这样子呢 他就会 这个公司 当时是好了 哇 大家看得很开心 但是 条件是没有竞争对手 可以了 如果遇到一个 很高明的竞争对手 一直在搞科研的 完了 突然间 过了几年 过后大梦醒来 大势已去 我的产品 已经跟人家比不上了 因为人家已经 做了这样的科研 到时你这个股票 还是要垮下来 但是那个CEO 已经辞职了 走了 赚了一大笔钱 走掉 反正不关 不关我的事 这个公司 未来倒台 不关我的事 眼前是 我只做两年 我只要把两年 赚到最多就好了 这是制度决定 人心的自私跟狭窄 人心狭窄 自私 短视 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有些制度 会让人短视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么现在人也是一样 人是想眼前 我这一项 我就是几十年 我就是想到这时 能好好地享乐 怎么样 能够娱乐 尽情地放纵 去追求 去满足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不能够 心想得远一点呢 应该没有看得远一点 看得不远 真正心 有为什么我们讲 缘起智慧 真正的缘起智慧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它让你看得远 看得透彻 当你看得远 看得透彻 心里的时间跟空间 打开的时候 这个就是走向 心里的 心的无限 相对无限 你要彻底的无限 让你成佛 我们讲相对无限 相比于这个窄的 这个就好像是无限 相比于这个 这个就好像是无限 明白吧 我叫它相对无限 就是相对广阔的意思 那把承担力最大化 这里其实要讲的就是 智力的扩展 心里的时间跟空间的扩展 扩展 你一开始扩展 你的运力 你的判断力 你的远见 你的投射 这些都大不相同 想得远 你对苦的忍受都很不同 对吧 所以你只看眼前的 教你做一点运动 我还记得 哇 叫一个老人家坐运动 踏踏脚车 哇 很累啊 很辛苦 很苦 但是远一点 想远一点 如果我不这么做 可能有点锯掉那个脚 那会更苦 但是如果有受一点这个苦 但是未来会好 你看他们病人 擦针 苦不苦 擦针 擦在自己的肉里去 不好受的 没有人喜欢 对不对 但是你想相比 如果你没有这么做 那可能你的病很难好啊 你要改 它就好了 生病容易很难 笑都笑不出来 很难快乐 但是你不这么做 你的病更难好 那你就是要让自己 在苦中也要给自己快乐 怎么快乐 想罗 我在削很多业了 我在削很多业 如果这个业在第一里面削 你就惨 这个是佛陀讲的 不是师父讲的 佛陀对 安古里玛拉 安古里玛拉去脱波的时候 给人家丢石头 这个是杀我丈夫的人 这个是杀我孩子的人 这杀我爸爸的人 他丢了头破血流 回到来 佛陀讲什么 修行人 你现在受的果报 相比如果是在第一里面受 你是在这城市不小 你是在人间就先消受 受教他 忍耐吧 忍耐吧 所以你一这样子想的话 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都可以庆幸 好彩我还是在人间受苦 如果我在第一里面 如果他现在不成熟 他在我临终的时候成熟 让我掉落地 你知道我怎么办 所以是不信中的大信 你这样子想 你就可以承受力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里的 那个心里面相对就广阔了 你的承担力就有了吧 就比较能够承担你当时的苦 和当时你为了医病 你要付出的代价 是这样子的 所以简单讲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 我们修行正在拓展 我们心灵里的那个极限 拓展那个极限 让自己的心能够相对无限 明白吗 好不老题 心之限是什么 心之无限是什么 心的限制 其实被我们的执见限制 我们的时间 我们心里有的时间 孩子有的时间是什么 孩子有的时间是自己眼前 这一个小时我可以打电子游戏 可能想得非常的短 有些孩子比较智慧的 他讲我不久不久要考试了 我要把它考好 他想得比较远 父母有智慧的父母想得更远 我的孩子以后要成家立业 要说什么要赚钱 他要养家的 我死后他要自己 怎么要有能力照顾自己的 所以我不能够现在就是这样子 我要训练到他有能力照顾自己 他想得更远 有些父母为什么宠孩子乱宠一轮 因为他只想眼前 我要我的孩子快乐 开心 想得比较远的 我这样子宠 他如果把他宠坏了 那不得了 因为这个孩子能宠不能宠 一千个孩子里面 可能一个两个孩子是可以宠的 大部分孩子你一宠他就坏 一宠他就放异 一宠就变没了 慈母多拜二 所以这个东西你明白 你想得更远 那你回到现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想远一点 然后再带大家回来活在当下 你活在当下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明白吧 所以这个是一点 心得 现跟无限 时间空间 还有你对真相的掌握 对因缘的认知 的如实之见 这个都会加强我们这个 拓展性的 这个无限 指的是这个 好 来 我们再提醒大家去念 好吧 一切真善都是可能的事 在 一切真善都是 可能的事 在思想上 以言语上和行动上的落实 好 听懂吗 这个 就是一切的真善 就是可能的事情 在思想上 落实 在言语上 落实 在行动上 落实 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那是没有用的 明白吧 你去想一个不可能的事 那是没用的 讲一个不可能的事 那是没用的 做一个不可能的事 那是没用的 我们讲的是一切的真善 他是把可能的事 落实出来 明白吗 即便只是一心真心的祝福 都有其一份力量 也都可以是真善 一厢情愿 不可能落实的善 只是撒善 如父母亲妄想自己多吃几口饭 自己的孩子会保起来 又如把婴孩送到饥饿的腐狼口边 期待腐狼在没有特殊姻缘的介入下 违背其野性已生存的机能 能饿死自己 也不吃那婴孩 你期望 你把你的婴孩交给老虎 那个老虎饿 你叫他不要吃 你做一个好老虎给我 这是无知 听起来好像很夸张 事实上 生活上很多一厢情愿的事情 把自己搞产 就是这样 我对人家好 我希望人家就一定会对我好 那你要问那个是人 还是人面受心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要懂 所以要懂什么是可能 什么不可能 所以你要做善的时候 你要了解这个 这跟我们承担力很重要的 你要明白的 你不明白的话 你承担不了的 要落实 所以对异的事情 可能的事情 你把它落实 所以有些时候 我跟这些理想主义的年轻人 谈的时候 你直接看到他们的盲点 明星人很容易调到理想主义 我要这样啊 有错吗 我要追求民主 有错吗 我要追求人权 有错吗 这些全都没有错 但是你有没有过一些现实的考量 可行吗 可马上行吗 所以这没有 所以他们不考量 就是不能了 所以有人 Define政治 这个定义 给政治下定义 政治是什么 政治是一种 把可能的事情 实践出来的 一种 一种 学说 或者是一种 制度 或者是一种 人类生活的 社会生活的 一种现象 可以这么说 就是可能的 所以政治人物 想东西 跟一般人想东西 不一样的 政治人物 他是想什么 是可能的 当然 他想的时候 是没有想英国 他只想眼前英国 所以宗教家 其实我们做 佛教 佛弟子的 在有一个方面 我们跟政治人物 是共同的 就是我们 都不浪费时间 在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是想可能的事 但是我们想的 比政治人物 透彻是 我们涵盖了 英国观在里面 他们 他们没有这种 什么夜啊 夜报啊 他们没有这种 他们只知道 眼前 所以可以 就是什么 敌人又可以 变成朋友 大家一起做东西 有些人想 怎么可能 那是他的敌人 是吗 他们就很失落了 马来西亚 就发生这种事 对吧 哇 那个支持者 哇 听你讲 讨厌他 好 我们就讨厌他 讨厌他 有一天 你要跟他 一起竞选 一起做朋友 那个 单纯的选民 单纯的支持者 就很失落了 哎呦 怎么可能 我就恨了恨了 这样就突然间 你跟他讲 做朋友 然后一些讲 不想称赞 不想抬对方 不想整对方了 好 以前你不是把他 抓过去坐牢的 现在你又讲他好 怪 但是政治人物 就可以这样的 反来反去 因为对他来讲 就是 什么叫可能 什么不可能 对吧 如果眼前 我跟你 合作 我能够让我自己 放出来 从监牢里面 放出来 那么已经没有 别的可能了 只有这个可能了 他不是这么做 对不对 眼前 这个朋友 这个敌人 是可以帮到你的 因为这个敌人 跟你有一个 共同的敌人 所以变成敌人 明白吗 当大家有 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 暂时做朋友 政治人 是这样讲的 那么从英国的角度来讲 这样子的态度 OK不OK 他有他的OK的地方 因为他可以 为了眼前的好 他可以为了一个利益 而隔止 他的仇恨 这也是一种智慧 虽然这种智慧 还是很私心的 很狡猾的 但是也是 至少比那个笨笨的 那个善良的人 还好一点 因为那个笨笨的 他和人家就哼到底 是不是 或者是 真正善良的不是这样 真正善良是有智慧的 所以他们就会 把东西搞得更糟 有些人 他是一片真心 但是他把东西搞得更糟 这些人 是一直在搞厉害 很会计算 很会手段 但是他们 至少有一个 简单的common sense 他知道 眼前什么是可能的 在可能的地方 下一点功夫 让他产生一个 更好的结果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他以前抓你坐牢 就已经坐牢了 你现在怎么办 眼前是他可能把你放出来 明白吗 所以真正人物 是这样子想东西的 但是佛教的不同 因为真正人物 他们可以翻脸的时候 不认什么情 也没有情分 没有什么 没有无情无义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因果观里面 是不会无情无义的 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 就出卖 因为你知道还有因果 还有因果 现在因果不成熟 你可以耍手段 但是未来还是要当因果 所以真正懂因果的人呢 是不会像真知人物一样 无情无义 但是 从一方面来讲 它是 共同点是 务实 不在不可能的事情上 下功夫 浪费时间 从这里来讲呢 我们学佛者的智慧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在不可能的事情上 浪费时间去苦恼 没有用 好 所以不要做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是一点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例子 给你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就不要去妄想 何为可能 何为不可能 如何知晓 什么可能 什么不可能 这个来 其中一个佛的智慧 就是知可能为可能 知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当它的缘取智慧 已经彻彻底底圆满的时候 世间没有一个elements 它不懂 佛者是这么讲的 它世间没有一种达度 没有一种元素 是它不懂的 所以因为世间 所有的元素 它都通晓了 那世间上就没有什么东西 它不能知道的 所以你要知晓 什么可能是不可能 去学习 去培养你的戒定灰 让自己能够通晓 世间一切的元素 如果不能 那就借佛陀的智慧 佛陀告诉我们 什么可能 什么不可能 那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佛陀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话 如来说是苦因之法 就不可能不是苦因 如来说是佛陀 佛陀说这是苦因的法 就不可能不是苦因 那佛陀说什么 五概是苦因 贪嗔痴是苦因 全部 所以不要幻想贪嗔痴 这些苦因 能够帮到你 达到好的结果 不会 烦恼怎样都不会是菩提 所以不要制造经验 让自己升起烦恼 不要 但是你可以在烦恼 升起 已经升起了 那么反正已经升起了 用它来观照 看它的无常苦 来开取你的智慧 这是可以的 明白吗 这是搞清楚 所以制造什么是可能 什么不可能 好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读 因此 资历是第一承担力 资历先导 愚者方可随 如何让资历 能主导一个人 一个人群 一个组织 一个国家 乃至一个世界 让它能先导着其余相关因缘条件 以便产生对其目标或理想的承担力 就看其有助于资历发挥 主导作用的心知塑造 文化 规则 体系 共识 软因素 硬条件 等种种因缘 在各个自然界 法则的相互交 相对交互关系中的作用了 听起来 复杂 基本上 怎样人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就一个简单 我们这个团体 怎样让这个团体的资历 能够起作用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团体的勾招 我们是神学互交团 对吧 三个公社 对不对 那三个公社里面自己是怎么操作的 那我们是什么东西 有根据法跟律 讨论 那法跟律 如果自三个公社里面的成业 有矛盾的时候 有不懂的时候 我们找我们的缅甸的 更有智慧的智者 那引导更懂 更懂三藏 更 修行比我们更好的 但是你看我们这里不搞 随便 到场的团体的大方向 不是说大多数人 谁喜欢 我们要做什么 不是这样子做的 明白吗 有没有看到我们在这个团体的塑造方式 因为我们是要让这个团体 我们的法的领导学 就是要让最懂法的人来带领 来操作 但是最懂法的人有没有可能犯错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么圆满了 可能犯错 所以我们要制造一种文化 是能够接受批评的 导师能够接受大家纠正的 所以我们是要建立起这样子的 一个文化 一个传统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有时是对我来说 如果我犯错的时候 错都已经错了 怎么办 那就善用它 用这个错误来教育大家 来分享 然后也设一个榜样 给你看 师父是怎么救自己的错 所以变成我们在这个团体 你真正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团体里面的成员 每个人都比较能够坦然 面对自己的错误 对不对 比较可以坦然面对这些错误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 哇 面子可大了 你的面子 我的面子 大家的面子 所以其实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我不小心犯错了 我会把它成为 传播领导学的一个机会 反正都错了 就拿来做一个 教导领导学的 示范领导学的一个机会 然后来带出这个文化的一个机会 就这样子 所以我是故意的 我是有意识的 有些时候 带大家面前认错 如果首领不敢认错 大家还敢认错吗 首领会认错 大家都 大家就觉得错 本来就是生命中的一种 只要我们还没有达到圆满的生命 那我们还会犯错 那我们就不断地纠错 那我们成为在错误中成长的伙伴 这本身就是一种领导学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怎样通过这个塑造 塑造 让我们大家 比如说我们讲了领导学里面的 四种开会方式 对不对 他的精神虽然我们开会没有这样复杂了 但是头脑风暴 气球反见 有没有 然后呢 无立场辩论 然后呢 决策指南 这四种 最后的事情过后 发生过后 我们还有检讨 检讨 这有五种开会方式 四种是在事情进行之前 我们先 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把智力带到最好 群体的智力 最高的智力带出来 什么叫做无立场辩论 因为如果有立场 我会坚持我的对 因为我讲输了 我就没有面子 但是调换立场 OK 今天你变 你站在这个 你讲的最好 你站在这个立场 你讲这个最好 等一下我讲 好 换位 你要讲他的立场 你要拿他的立场 继续的变 变了 然后你就因为你站了两个立场变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越变越明 而且也没有面子的问题 明白吧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创造 让大家打破 不能够有面子的问题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我要你变这个好 我要你变这个好 换立场辩论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能够把集体的智力 都拿出来 最好的 大家两个人在一起 把他两个人的最好的资力 拿出来发挥 明白吗 这是其中一个 有没有看到我们团体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的领导学是怎么操作的 你就会 你去想一想 你就会明白 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 这段话你就可以明白了 好 来我们大家一起读 如何让资力充分发挥第一承担力的作用 什么是资力之障 一个人 一个人群 一个组织 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 世界如何克服资力之障 这都要去思考的了 资力的障碍是什么 如何充分发挥 自己消除自己资力的障碍是什么 当然了五概咯 对不对 情绪的时候不要发言 你情绪来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 不要下判断 等情绪过了 因为你知道情绪跟智慧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等情绪过了你才去想东西 情绪没有过不要去想 只想怎么解决情绪可以 不要去想怎么去做大事 做决策 不要 等你从情绪走出来的时候才去想决策的事情 这个就是怎样克服资力之障 自己 有没有 我们的章程有没有写 我们的马来西亚法学会 马来西亚川法生态学会 都有记下这个的 决策指南里面 情绪没有发言权 在我们团体里面 这个其实就是要克服资力之障 就是要发挥资力作为第一承担力的作用 好 如果一个国家怎么克服资力之障 举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你没有发现到 在国会里面 投票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党的全部是投这个票 那个党全部投那个票 你说是不是他们的IQ有问题 可能吗 这么准吗 对吧 这一群的人就是这么想 这一群人就这么想 其实是不是 因为他们已经利益挂钩 因为我如果我不支持我的党 我可能会被在这个党 可以失去我的地位 然后我的生活就有问题 我的前途就有问题 我的政治前途就有问题 所以乖乖的 一定要支持自己的首领 自己的党 其实党派政治是直立之障 真的党派政治是直立之障 这种是一个 其实是很 很 很损资力发挥的一种民主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这种民主是没什么 不是最好的 因为资力啊 有问题 再加上有党边 怎么叫党边知道吗 那个党里面命令大家 表决跟着我们 我们党是这个立场表决 结果其他的人呢 如果要讲能够用上直立的 就是那个带头的而已 党的首领而已 其他人根本是没有办法用直立的 那什么叫做人民带义士 不能的 其实我直接就批评这种制度 这是损IQ的制度 You just cannot function 偶尔有了 一两个比较勇敢的 他投跟他的党相反的 我就是想反过头 但是generally 你都会发现到很奇怪 不管任何一个国家 教育水平多高 当他投票的时候 在国会里面投票 基本上就好像智障 真的 这一派人就全部是这样子 想那一派全部这样子 想 其实不是 他没办法 因为利益勾迁在里头 所以就克服这个 如果给我建议 就是粉碎党派政治 每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人民带义士 而不是搞成一派的人民带义士 他就没有什么 只能考虑自己的利益 没有这样多 所以他可以随时站过来 他也随时站过去 当然这个是可以制度上要处理 制度上是可以解决的 我把它叫做第三代民主 如果我们成立 一部分一个国家 什么转成 这个可以转成 很容易的 这个原因什么难 这个我也做了一些 曾经做过一些思考 但是没有人会听我们的了 所以人类一言请 破除党派政治 可以把民主制度 带向一个更高的高峰 然后再分阶段的 这一层的人选这一层 这层的人选这一层 那就可以把那种 选择权的承担力 带出来 因为往往高层 他就可以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 很多复杂的问题 什么制衡之类的 所以你要找出 那个问题在哪里 只要你知道 智障的问题在哪里 你就可以解决 智障的问题 现在民间代民主的 智障问题 处在党派政治 这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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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党搞下去 就完了 没有一个党是代表 全民的 对吧 因为它党派政治 你这一党 你是那一派 我这一派 所以你代表的是 你代表你的支持者 我代表我的支持者 我的政策 要讨好我的支持者 给我钱的人 那你的政策 要代表你的支持 给你钱的人 还有谁是代表全民 没有 还有多少人 有良知 没有 所以这个是 制度的问题 那个制度 就是智障的制度 智障的制度 这些人 怎么能不智障 所以现代的 现代我看到 现代所谓的 这些民主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就是 已经 越来越没有效率 没有效率 之前不明显 是因为你没有遇到 一个很有效率的 政府来跟你竞争 你找就一个 很有效率的 政府出来的时候 惨了 一比下去 完全 这一票的 完全就没有效率 但是也有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问题就是 权力滥用的问题 所以这种民主制度 其实他们也是 很无奈的 他们是要 这种什么权力的 分配制衡 其实就是要 处理人性的弱点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 人性的弱点 有没有别的方法 也可以达到克服 其实是可以想出来的 人性的弱点 是可以用别的 比这种党派政治 更好的方法来 来克服的 是可以想出 但是人们已经 满足于这个方法 不动脑筋 所以没有考量到 别种可能性 其实是可以 有别种可能性 人类的这个民主发展 还是很年轻的 才几百年 对吧 封建制度过了几千年 人类的民主才几百年 其实还可以把它更圆满化 我觉得圆满化 就是把智障的那个因素 一个一个的排除 不能发挥智慧的那种制度 阻碍智慧发挥的制度 排除改掉 改到制度改成 智慧很容易得到发挥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了 这大概讲了 有智慧的人感兴趣的 他会自己在这个小小课题上 继续的去无限的发展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解脱 所以这个 有人我谈到这个东西 有我的弟子建议 师父 哎呀你讲的那么好 能不能说 我说对不起了 我去搞这个东西 写一份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我可能也要担入几年了 我说没有了 修行的时间太珍贵了 有缘就讲一下 这个世界能得意就得意 不得意就不得意 但是我非常的肯定 可以这么说 有我们借用佛陀的缘起智慧 还有打破密集的那种思维 观察的智慧 可以大大的 现在这个世界的很多的弊病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去发挥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得更好 肯定可以改得更好 但是我们管不着了 人生对我来说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事 还有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们去做 就是在政见的这个领域 提升得更高 然后传播政见的能力 提升到更高 因为现在政见 达到政见是一种能力 传播政见的能力 它是另一种能力 那个是更高的难度 所以在这里 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我们去做 所以这个课题 写这些书的问题 我就不感兴趣了 其实因为最真正 我要讲承担力的 倒不是这个 因为我是从初浅 初熟的地方讲起 到后面要讲的承担力 实在是了生托世的承担力 这才是我们的切身问题 但是如果你连出的 生活上的东西 怎么能够让我 生活上的东西 有承担力 这个都还没有 都不能处理好 那高高的承担力 也更难了 所以 基于这个原因 我是从初浅讲起 有些东西 我们是从高深讲起 越讲越初浅 有些东西 我们要从初浅讲起 越讲越高深 是这样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就到这里 结束今晚的佛法开始 好 大家发愈 做一次 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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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